- 結婚! - 哈囉,大家好。 - 大家好。 - 經過了一個月的時間, - 在學生們經過快樂的暑假同時, - 也迎接了新品開箱的美好時刻。 - 抱抱抱抱抱張。 - 要開箱的新品是樂意的新款紙膠帶。 - 插唱成的新品。 我们在去年的自己印尼的市集上面呢 是有购买了两款乐意的纸胶带 那这一回呢 我是购买了六款设计师的新品 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一个月才到呢 而且啊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美艺绝纸胶带它都是用描图纸来包装 非常的细腻而且很紧致 而且它在这里面呢 除了几张很美的分装片之外啊 它还附了一张小卡上面写了厌俊 非常的用心耶 那我们就直接带大家来看一下 美丽精致的水饺品包含了什么精致的鞋儿吧 一起来看看吧 那这六款新品呢 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一款简花 它其实可以选择核纸材质或者是PET材质的 那在价格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核纸材质比较便宜 然后呢对于我来说的话 使用程度也比较高 所以我就先入手了这个核纸材质 那简花这一款呢 它的英文名称呢是海棠花的意思 我们从它图像上面来看啊 是粉色当中带了一些黄色 还有这一种青蓝色以及粉嫩的紫色 它都有一种透明的焦嫩感 就会流露出那一种试问卷连人却到海棠依旧这一种喜花爱花的感觉 那这一款烟花呢同样可以选择核纸或是PET材质 所以我是从一而终的选择了核纸材质 拉开来看呢可能会觉得在颜色的处理上面啊 和刚才那一卷简花有一些类似 一样是走这一种透明娇嫩的风格 但是我们可以从平民当中这个英文单字来看到啊 它代表的是烟纸红 那相较于简花只有单纯圆圆的花朵设计来看啊 这一款烟花还有花金叶子和花苞 而且不只是有海棠 这一款还有玫瑰 所以把这两款拿来做搭配的话 应该是会非常的和谐 那这一款仓花 设计师是写说它是之前出货的荷花的放大版 那因为我没有买过荷花 所以无从比较 那这一款纸胶带呢 它的花卉种类比较多 色彩呈现也很丰富 基本上啊红橙黄绿蓝它都有 但是又照上了一层灰色 这一种朦胧的面纱 一种莫兰迪色系的优雅 又带有一点忧郁的感觉 那我会购买这一款奇花 是因为它缩图显示的圆标贴纸 很像宫廷巨会出现的那种服装配色 就复古风的青年花还有牡丹 实体呢也相当令人惊艳 首先啊我们先来说牡丹 这就和我印象当中那一种 唯有牡丹真果色的盛放版花朵 比较不太一样啊 奇花里面的牡丹是一种很瘦牙的红 它红的比较内敛一些 其实呢在自然界当中啊 这一种带有蓝色调的花卉数量 是比较少的 那这个千牛花它蓝的冷色调 中间又点缀了一抹红 那我觉得呢它就是看起来很复古很贵气 又有一种很迷幻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要控告它们一头十的狗耶 那它的美可能要被判斧起来 来一个千牛花一样 夏天会出现的绣球花来了 这款摇花它主要色调是粉色蓝色还有紫色 所以每一只花树啊 大多是以这三种颜色为基调 再用漸层的方式来呈现 很清新啊 用在夏天的花朵上来看啊 会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那旁边还有附带一些浅色的小框框 单剪下来可以额外做使用 而且它还搭配了绣球花的诗词 完全方便我们可以边贴边淫湿 这剪完全就是你的菜啊 买得好 那这款纸胶带它的主题是 搜集你的美好时刻 这种狂狂啊 在手帐或是卡片拼贴上啊 应用程度很高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用画图方式 或是用干印章的方式来澄清这种狂狂 但是这又牵涉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 画得好不好看 第二个 你要买多少印章和印尼才够用 那这一款纸胶带呢 就解决这两个问题 直接给我们这种和萨拉萨复古比一样 比较复古 优雅又很百搭的 三款颜色 再附赠一些呢 写得非常美好的英文字句 可以直接使用在卡片或手帐里面 直接 Level Off 那看完产品本人啊 我们能怎么样去应用呢 正好 我最近刚好是谢诗燕 会需要一些礼品的信封 那如果用传统信封 或是红包袋的话 可能就太简单太频繁了 我们可以用这一些纸胶带来 美化一下信封 先拿出一张A4的纸 把它对折一半 之后把它裁开 那我们礼品信封的内容物呢 大概会跟100块差不多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100块当比例尺 接下来我们先拿尺 量出它的一半 大概是7.2公分 处给它点两个点 之后先把一边折过来 折到这个7.2公分的地方 接下来呢 把100块放到这个缝里面 从另外一边把它凹过来 接下来底部的地方呢 我是预留1公分的位置 把它量好之后反折贴起来 那另外这边呢 因为是多的 所以我一样是拿100块当比例尺 来抓一个距离 大概也是留一个 1公分的这个信封的开口 好 现在我们把它裁好之后 粘起来 就变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信封 那我们今天选择用在这一些信封袋上面的花呀 是寿求花还有奇花里面的牡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寿求花它的花语是希望 那牡丹呢 它身为花中之王 而且又带有着吉祥富贵的含义啊 就是拿它这两种花里面的好兆头啊 希望我们的论文可以赶快写完 赶快获得我们的硕士毕业诊书 好了 我们完成了两个信封 那先来说这个吧 它比较简单 它就是直接把这一整数的牡丹 剪下来当成主角 那旁边再搭配一个复古红色的框框 你可以写字或是做什么的 单纯放在这里也很好看 那下面再增加这样一句文字来点缀它 也让它整体性更强烈一点点 那这一款呢 我们就是运用复古的蓝色框 以及蓝色系的寿求花来做一个拼贴 那它看起来呢 会比较丰富 活泼一点 和这一款偏向典雅大气的风格不太一样 其实这一次的纸交代款呢 就算只是大气的 纸就贴上去也很唯美 而且它不只可以应用在信封上面 你要做卡片送给男朋友女朋友或是好朋友都非常适合 不用担心自己的手不够巧 买起来剪下来贴上去就对了 你很会丢耶 今天准备是大拇指 我觉得是我觉得很好 对不是我这个问题 好 以上是这一次的乐意纸交代开销 还有信封美化的YA封应用 如果您有美丽的纸交代或是相关应用的话 也可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然后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跟着我一起念 YOYOYO 好 拜拜 下期见